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想必大家都玩过童年时期的玩具吧 就像什么俄罗斯方块 唐奈飞镖 朱星亭 那些等等系列的玩具 不过现在随着我们长大 也已经没有人玩这些东西了 甚至都快忘记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今天我就带你们一起回忆一下 童年回忆 大礼盒 看一下都有什么 总共有16款这些玩具 其实还是挺多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一个一个介绍 首先这一个 这个就是俄罗斯方块 我记得它这里面应该还有弹吃蛇什么的 现在我们来玩一把 这个是接球的 弹出这一个小防黄 把上面的全部撞掉 我觉得这还可以的啦 不过现在我不太会操作 OK 下一个 没什么好说的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拳击手套 下一个 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就像一个笛子一样 下一个 哎呀 太小了这个 戴不上 它这个是坏了吗 它这里怎么不动啊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一个眼镜 然后这底下也是一个笛子一样 下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球 其实它这个设计的话 其实感觉也是挺厉害的 它就可以把这球吹起来 而且是可以移动 还是不错的 下一个 这是什么呀 它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气球 然后它在放气的时候 它会有那种像喇叭声一样的东西 还是有点意思的 下一个 这个就是竹蜻蜓了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玩过吧 这个可以飞得很高 下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飞行器 没什么好说的大家也有玩过 下一个 这个怎么跳不稳的 下一个 这个大家也有玩过吧 就是把这里面全套在那竿子上 然后做得像一个撇子4一样 这下面按键全部都是假的 按不了的 只有这两个键可以按 下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弹簧 没什么好说的 下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手 也没什么好说的 下一个 这样一个小人 这个好像是可以爬墙的 给它试一下 你怎么不爬呀 它这个好像只能粘墙 我记得我以前有看到一个就是可以这样翻来翻去的 它这个粘住墙就不动了 它这个粘住墙就不动了 大鸡 下一个 这是一个哨子 下一个 这是一条钢珠 没什么好说的 下一个 重头戏来了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玩过吧 这个就是那一种胶泡泡 可以把那泡泡吹得非常大 下我们就给它吹一下 它是怎么挤不出来的 它这一条只有这么一点吗 它这一条挤出这么一点 感觉它这质量应该不太好 再加一个 OK 现在我要吹一个巨大的泡泡 它这个老是破 没有办法 重新搞一个 它这个胶应该是放了很久 变得特别硬 一点都不好吹 搞两个 不行了 最多就吹这么大 吹完以后 贵 好了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些玩具有一些还是比较有趣的 像这个竹蜻蜓 还有这种堂皇 还有这个球 还有这个游戏机 还有这个小行蛙 还有这种飞行旗 像家里人没事的时候也可以下一下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感觉偶尔玩一下这些小玩意还是不错的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我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